我要介绍这一本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图像书 那这对刚开始的baby 来学习世界上一些生活周遭的单字 还蛮有用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吧 This book is called Book of Things 那这个呢 每个每一页都是印页设计的 所以对宝宝来说呢 翻书还蛮OK的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到 small things 就是有关于小东西 比如说老鼠啦 蜜蜂啦 或是菊花啦 那鸡木啦 smell peep hair clip 发夹 peed 痘痘 OK 这一面全部都是介绍小小的东西 那这一面呢 就是介绍 big things 就是比较大的东西 比如说cream 吊杆 sheep 是boot 船 giraffe whale hot air balloon elephant even the house or bars and then will be the to introduce things that go 就是一些交通工具 那有火车啦 有警车 有什么的 还蛮多的 还有more noisy things 一些比较有吵杂声音的 生活用具 比如说微波炉 microwave clock 时钟 时钟 打呼 telephone 电话 或drum radio OK 狼头啦 或什么 通通都有 那things we can we can do 我们一般在做的一些肢体动作语言的英文 比如说kick 踢 然后 然后这些 whisper 就是吹哨子 shout 在那边大喊大叫的 然后wake up 起床 walk 走路 run and jump push 还有say sorry 跌倒 follow over 全部都是 然后呢 your body things 就是讲 可以叫baby一般的 最基本的一些 身体上的单字 比如说手啦 膝盖啦 脚啦 foot toes finger and tummy chest and neck 通通都有 然后还有脸部表情 sad happy cross leving OK 那things we wear 我们一般穿着的 名称 英文名称 比如说洋装 dress scrof 手套 然后belt 皮带 coat 外套 scrof 围巾 然后outside things 就是一些户外的东西 户外的东西 比如说 sunrise 日出 sung 太阳 然后躲 太阳躲到后面有下雨 rain and cloud 云 还有 rainbow sunset 日落 晚上的星星跟月亮 通通都有 还有四季 比如说 spring summer altern winter spring里面有哪些 比如说有小鸟 那些种花的东西 然后summer会有一些花开了 会有蝴蝶 脚踏车 那春天呢 就会有一些松鼠或落叶 冬天呢 会有下雪雪人 或者是树叶掉光了 之后此类 然后呢 就是inside things 就是在房子里面 我们会看得到的家具 比如说 马桶 的说法 然后party 训练大小便的 那个 马桶 座桶的说法 然后电脑 洗澡 或沙发床 这样子 and 过来是 eating and drinking things 我们可以吃 可以喝的东西 一些蔬果啦 或者是砧板啦 然后水壶啦 这样子 蛮丰富的 living things 就是一些动物们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到的动物们 鳄鱼 狮子 然后海豹 然后牛啊 羊鸡 这样子 things we love 就是一些小孩子会喜欢做到一些活动的事情 比如说在公园可以当秋千 swing 然后sliding 溜滑梯 and digging 玩沙子 就这样子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还蛮丰富的 而且我觉得用来教孩子一些单字的 我觉得还蛮OK的 那它里面的表情啊 或什么 会让孩子更能了解这个英文单字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OK The end 这还蛮重要的 好